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7年前其實我也是一個前線的醫護人員 就算現在我也是前線 2003年的時候跟現在很不同 我們當時其實沒有一些很好的設備 包括我們沒有一個負氣壓的隔離病房 當時我們所有的病人 二、三十個SARS確診的病人 他們就會在我們內科的普通病房 還有我們跟病人接觸的時間很長 因為一進去我們是三、四個小時 我想最深刻的是很短時間有很多病人 譬如說是這個淘大花園大的爆發 我們除了在馬利醫院照顧SARS的病人之外 我們當時下班 我和鄭子聰醫生和鄧醫生 我們幾位就會去聯合醫院 尤其是有幾天的時間 我們是看完那75個淘大花園的病人 他們入院的時候 其實那個病徵是相對地輕微的 好像有些流感一樣 但是到第二個星期 有一半的病人就會有惡化的情況 進入了心思治療波 另外一個很震撼 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就是 在醫院裡面 醫護人員感染的比例是很高的 我們也看到很多同事需要入院 有些同事不幸 可能又要進入心思治療波 當然也有醫護人員死亡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很遠識 還有我們覺得 我們吸取了一個很沉痛的教訓 SARS的時候 其實是我正正開始 跟我師傅員和教授 做一些臨床的研究 臨床怎樣去搜集資料 怎樣去由病人的病歷 去把它演變成一個數據 很感謝聯合醫院的內科的主管 當時的朱祖明醫生 只有它的指點才可以學會 如何去做統計學的研究 當然之後也有 譬如豬流感的爆發 一些譬如疫苗的研究 由SARS開始做這個臨床研究的工作 17年後 其實整個情況就很不同 因為每一個病人可能說 有獨立或者有兩個 四個人的隔離病房 有負氣壓 其實周邊的污染是很低的 我們會全套的PPE 加上N95 加上眼鏡、眼鏡、眼鏡 接觸的時間其實很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主要是問病歷 做一些比較快的檢查 每天他會做鼻液的檢查 讓病人流口水 其實流口水是最有效的 因為你不需要醫護人員 我們是根據病毒的指數 去改變我們那個治療的方案 最初大家都有些擔心 一些比較年輕的醫護人員 他們當年沒有接觸過SARS的病毒 大家一起慢慢學習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作為年輕人 我們有那個經驗 我們都會新鮮事竹 是真是進去那個病房 也都見到我們的病人 陸陸續續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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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些測試 因為是很大量的快速測試 他們真的每天做六轉 最高峰做八轉 就是每三個小時 你就已經有那個報告 我們在衛生訪問中心 即是CHP和HA其他的同事 尤其是在那個邊防 在機場把關 他們做得非常好 我們香港大學也在研發我們自己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我們的Phase 1 希望可以今年的年尾可以開始 Phase 1是簡單一點的 通常是可能二、三十個志願者 已經可以足夠 但是Phase 2 就真的要多一點的時間 以及要多一點的志願者 不過困難在於就是 測試到有效之後 其實是要大量生產 香港暫時沒有這個貴土 所以可能都是要靠內地或者海外 那第二件事 Apply to所有的疫苗 就是如果那個病毒有病變出現 這個就對於那個疫苗的研發 是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你用的那個抗原就要改變 也可能對於那個疫苗 可能又要再推遲也不一定 幸好暫時沒有一些大的變異出現 希望盡快有一個數據 還有一個好的疫苗 是可以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供應給香港的市民 到大部分 接著 可以去轉